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一些流学的事业 其实全球流学的营业价值非常之高 流学是很有趣的 通常是找一些比自己更加先进的地方进行学习 很少会去一些比自己差的地方去学习 以前比如宋朝、明朝 他们的学识比其他国家先进 周边好像韩国、高丽或者日本 都是派人去中国做学习 今时今日这麽大的产业是非常之厉害 全世界主要的流学的目的地 其实大部分都会去美国 占了差不多18.6% 接着第二位就是英国 就是8.2% 因为英国和美国就是过去那两百多年 就是统治了全世界 所以他们一定是最多人去选择 就是美国是占了18.6% 英国占了8.2% 接着澳洲占了7.2% 接着就是德国4.9% 法国就是4.9% 俄罗斯4.7% 加拿大就有4% 中国内地是有3.4% 日本就是3.1% 其他就是41% 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先进的国家 美国英国澳洲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 中国内地和日本就是这样排下去 香港因为是英国的殖民地 而且它只会认以前是联邦政府的地方才会去留学 英国就占最多 是占了16580人 在英国占了45.5% 接着就是澳洲有9千多人 就占了两成半 美国就两成 接着就是加拿大和其他地方 这些是香港的选择 那内地生呢 都是一样 就是好像刚才那样 美国就占了三成多 澳洲就占了十多 英国就占了十点多 日本占了8点多 接着南韩 香港都占了3.4% 有三万一千多人 来了香港读的 那它整体的数字呢 是有九十二万八千 是在全世界那里去留学的 那 那么多留学生呢 其实它产生的效益是非常之高的 那 好像美国为例 美国就是可以产生到 那个效益是四百四十七亿美金 那 就占了它们整个大学的资源呢 就是5.5% 英国呢 其实就是 那个大学的产业呢 做生意是非常之高的比例 是去到19.6% 占有那个经济效益呢 就是说 二百零三亿英镑 那 中国内地生呢 占了22% 那 澳洲呢 那个经济效益 就带来二百二十二亿个澳子 那 那个留学生 占当地的大学的比例呢 是两成一的 那 其实是非常之厉害 如果五眼联盟 美国、英国和澳洲都得罪内地的时候呢 那其实对他们那个大学的打击是非常之大 因为中国 在美国的市场占了三成三 英国在内地生占了两成二 澳洲呢 亦都是占了三成四是内地生 那就是说 如果 如果中国不鼓励他的学生出去 或者 内地的人觉得 他的学生出去 会影响到安全的时候呢 其实就对那些学府呢 影响得很厉害 那所以现在 整天都盛传英国那些学府呢 就是会 倒闭的 因为有很多 内地生 不想去英国 觉得自己 无端端 为什么 五眼联盟 怎样去对华为 还有 外国的经济差了的时候呢 现在就找一些代罪羔羊 说会影响他那个 叫做 前景 那 所以 针对华人呢 就会是一个大的趋势 那如果 有得选择的时候 未必会选择去这几个地方 反过来 有机会是来到香港 或者是去马来西亚 现在很多马来西亚呢 有一些学府 就是 外国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就走了去马来西亚开分校 那他读完呢 就跟本地的裸那些呢 就分别不大 那所以呢 又抢了很多学生 就走了去马来西亚 这个是现时的情况 那 那 那 产业变成了 就是学业变成了 产业变成了 其实都不是今时今日有的 那过去十几二十年呢 尤其是英国呢 是 为什麽会有 这个文化協会在香港呢 和好像做生意那样去做呢 就是帮大学去招生 之前我应该是 二十几年前 都试过去找他帮忙 但是最后就没有去到 那服务非常之好 一由子都不收 今天想讲 关于 留学的产业就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